全国统战部长会议23号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他表示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 聚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宁心俱立 发挥好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 王沪宁表示 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抓紧抓好 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 要着力坚持好 发展好 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着力抓实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 着力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工作 着力把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治藏方略落实到位 着力增强做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本领 着力围绕促进两个健康 做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 着力做好港澳台海外统战工作和侨务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统战部部长石泰峰主持会议 并做工作部署 表示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战工作各项决策部署 更加精准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更加有力破解重点难点问题 更加有效防范化解风险隐患 更加坚决推动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贡献统战力量 雅 雅 雅